我在電視約莫聽說一下 主題似乎是經濟和地產 反而國際多一些 而IT方面我會探索到很多特別的東西 以往的經驗 我亦都同樣的meeting 就是上兩屆的功能組別 代表事業界未選前 我便知道曾蔭權當時在思想時代 有一個很清晰的表達 他說香港是不適合發展IT的 所以他在政府的支持方針 認為這個不是他的重點 我想IT教育本身這麼一年 那個弄的功夫都是想 承認政府這個是重要的 而不是自身正義 我見到香港在這方面是有這樣的問題 譬如我用業界的角度看一看 他的看法是yes or no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要不替我們走 我們教育那邊的培訓來看一看 將IT的應用等到民生和生肅 即是business sector 或者是social sector 但在R&D那邊 因為始終我們香港第一 語文和同學訓練 如果我看回我們的curriculum和訓練 譬如以美國和歐洲計算 他們不夠在R&D那邊 譬如遠一點都是買回人之後 大的系統 然後走到香港 你看回到IT 我們沒有甚麼大的軟件 可以用香港做Label 反而近一些新加坡 小小的 譬如Logitech 都有些部分的 可以支援一些 即是有一個影響 人知道這間公司 KF的其中一個就是 譬如Sepier 但那個是一個硬件的carrier 和System那邊有距離 我們成大譬如舉例 開始有Multimedia Creative Media 另一類的IT 就是media式的IT 最大反過來 Focus方面 其實到現在業界 即使學界都是 到底IT這個字 定義是甚麼 各國說各法 在不同的sector 它有不同的叫法 所以我看回 我們IT的民生 Focus那邊 我們自己的業界 都沒有一個很強的軟件 所以政府也很有一個 excuse 不支持IT R&D 我估計它不是不支持 應用IT 而是我們 和我們的期望 有很大落差 即我們期望是 譬如製造一些軟件 支持一些Creative的東西 就是這樣趕來的 然後等資源下去 就可以製造一個香港品牌 就是一步一步的 從頂樓落到下面 變成每一個都會有一個 慢慢滲透下去 在前線上 多一些employment 即是暫算 我停在這裡 暫算 我們待會兒 很有趣 我們和你一起去 不雖然 有錢